现在1点55了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 首先大家好 我是今天主讲人 我叫张浩玲 我来自于ArmChina 然后呢主要做的是容器 安全容器以及虚拟化相关的这种云开源项目 那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就是 QB Vert这个项目在Arm上面的一些状况 今天上午呢我做了一个QB Vert Maintainer Talk 主要讲了一下QB Vert这个 它是这个项目它的一个成长历程 以及QB Vert它具体内容实现的是什么东西 那今天下午呢主要就是针对Arm平台上面 QB Vert的整体情况向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首先第一部分呢我会先还是简单介绍一下 QB Vert这个项目是什么 具体它是干了哪些事情 它有哪些组件 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会向大家介绍一下 QB Vert在Arm上面的一些现在的状况 以及我们做出了哪些贡献 那最后呢会有一个demo 那这个demo比较有意思 我们是一个用Docker in Docker的环境 去创建一个QB Vert的开发或者测试环境 那首先第一部分就是什么是QB Vert 那QB Vert它扩展了Kubernetes的一些API接口 并且添加了一些自定义的资源 就CDR 那它这样子之后我们可以原生的在Kubernetes集群上面去启动虚拟机 然后并且实现虚拟机的迁移管理 那这个项目是由Red Hat所主导的 然后呢现在有一些平台已经集成了QB Vert这个项目 那包括了Red Hat OpenShift Virtualization和SUSE Harvester 那么他们这部分虚拟化都是基于QB Vert去做的 那在2022年4月份的时候 QB Vert变成了一个CNCF的孵化项目 那我们ARM在2020年5月份的时候就提交了第一个PR 所以我们也是很早的时候就进入了这个项目 并且为这个项目做贡献 那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QB Vert它主要的一些组件 那首先是Vault API 那API就是标准的这种输入接口 那它主要做两件事情 那一个是当我们把一个虚拟机的instance的配置文件 发送给它之后 它会去做validation 就验证你这个配置文件是不是可用 第二个事情它会做一些mutating的工作 也就是说会把一些default的一些配置 加入到我这个VMI的配置文件里面去 然后接着呢它会把这个配置文件发送给 QB Vert的第二个组件 叫做VaultController 那这个VaultController它是一个cluster level的component 它是负责管理和控制整个集群上面虚拟机的生命周期 以及监控虚拟机的状态的一个组件 那当它接受到这个VaultAPI 发给它创建这个VMI Virtual Machine Instance的这个请求之后 它会把我们这个虚拟机的配置进一步转换 转换成一个pod的一个配置文件 那它这里面会做哪 会做一些比如像添加一些 Cumul的overload的一些配置 就是因为我们配置虚拟机的时候肯定是 主要是比较配置内存 是配置虚拟机内部的内存 那我们在pod里面启动这个虚拟机的时候 实际是需要一些额外的开销的 就包括我们的Cumul 或者一些额外的Banary 那这些的开销我们会再通过VaultController 添加到这个pod的配置文件里面去 然后再把这个pod的配置文件交给Kubernetes 由Kubernetes去创建这么一个pod 那当这个pod被schedule并且创建出来之后 我们的VaultController可以观测到 这个pod已经被创建出来了 这时候它会和下一个组件 VaultHandler做一个沟通 那VaultHandler是一个host level 或者是node level的一个component 它会在每一个work node上面 启动一个这个demo set 它能负责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它会去收集当前这个node上面虚拟化的一些信息 比方你CPU对哪些future做支持啊等等的 第二件事情呢 它会负责当前这个节点上面虚拟机启动 第三个事情呢 它是会如果虚拟机启动的时候 要配置一些网络或者是CSI 就是存储相关的东西 可能也由它去帮助配合去把这些插件 或者这些配置给做好 那我们刚刚VaultController 把这个虚拟机配置文件交给VaultHandler之后 VaultHandler会和我们刚刚 Kubernetes启动的pod 里面的VaultLauncher这个组件做沟通 把虚拟机的配置文件交给这个VaultLauncher 那VaultLauncher是每一个真正启动虚拟机pod里面 都会运行一个VaultLauncher 那VaultLauncher拿到这个虚拟机的配置文件之后 那它会去把这个配置文件 从YAML的格式 或者是我们接生的这种格式 进一步转换成XML的格式 然后交由下面的LibVault 去真正的把整个虚拟机启动起来 这就是它主要的一个启动流程 还有它主要包含的组件 那接下来就讲一下我们ARM 现在Cubivert这个项目 在我们ARM上面的状况 以及我们做了哪些贡献 那首先要讨论的就是 Cross-Compiling交叉编译 那我们为ARM就是 在很多开源社区上面 去使能ARM平台的这种功能 或者是让这些开源项目 能在ARM上面落地的时候 我们遇到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很多开源社区 实际是没有ARM64的服务器的 或者缺少这么一个编译的环境的 所以交叉编译 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那一般来说交叉编译 我们做的就是会交叉编译 它的二精致文件 交叉编译它的一些容器镜像 然后还有用意会 我们自己也会写一些tours 或者一些script share script去帮助我们 去做这个交叉编译 那Cubivert这个项目 和别的项目有一点不太一样 就是它整个编译过程 全部是用Buzzle去做的 并且它的这个文件里面 不单只包含Golong的文件 还有C的文件 那所以呢 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去让这个Buzzle 就是我们能够 让Cubivert能够实现这种交叉编译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 为了让Buzzle能去 cross-compile这个C的文件 那我们把这个Arm64的这种 交叉编译 Tourchain给加入到 这个Buzzle的Library里面去 并且写了一整套的 就是将它和Planetform相关联 使它能够实现 调用这个交叉编译工具 去编译这些C的文件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 它的整个容器镜像 它不是通过Docker Build 而也是通过Buzzle去Build的 那么这时候就牵扯到 我们通过Buzzle去拉取一些 RPM包和Banery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做 那我们也是去写了一套 完整的解决方案 让Buzzle能够基于这种Planetform 就当我们指定它是 cross-build的时候 下载好对应的 对应CPU架构的RPM包和Banery 并且把它给安装到 对应的容器内部去 这是我们在 cross-compiling上面做的工作 然后第二个就是 对虚拟化一些设备的支持 那可以看到左边 就我的左边 你们的右边 对 这张图啊 我们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文档 去记录ARM上面 对哪些设备做了一些支持 那我这里列出来了一些 一些可能主要和X86平台上 不一样的地方 那第一个我们的 default boot method 是使用的UV boot 然后暂时呢 我们还没有enable 那个directly boot from kernel 的这个功能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有一些设备 就对于设备的支持 可能还是比较有限的 那比如像我们的这种 显卡的设备 我们暂时只支持 VoT IO GPU VGA设备是不支持的 包括我们Desk的话 也只支持VoT IO的Bus 那导致这个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之前讲的 真正去运行虚拟机的 那个组件VoT Launcher 里面安装的QMU-KVM的 这个Binary 它不支持很多的Device 那这个Binary是来自于 Centos官网Streamline的RPM库 那官方就Red Hat 出于可能安全的考虑 他们基本上把很多的Device 都给剪切掉了 所以暂时它对于Device的支持 是比较有限的 当然如果大家 比如像用QubiVert的时候 需要启动更多的这种 使用更多的这些Device 或者需要更多的丰富的支持 那直接通过QubiVert内部配置 我们也可以去安装一些别的 RPM包 那这样子当底层QMU-KVM 这个Binary支持这些设备之后 我们这个QubiVert的项目本身 对于这些设备支持 也可以实现的 就在ARM平台上 然后最后说一下 我们是怎么实现这种不同架构 它的这种不一样的配置的 那我们主要还是在API Vert API的这一个接口上面去做的 就是通过Mutating Webhook 和Validating Webhook去实现的 那当检测到我们host 或者说我们要启动的这个虚拟机 它的对应的CPU架构之后 在Mutating Webhook的时候 会自动的把跟这个架构相关的一些代码 写入到我们默认的 这个虚拟机配置文件里面去 这样子就实现X86和ARM上面 有一些配置不同 但是同时能支持这两个平台 那下面呢 是我们对QubiVert一些 Future的支持情况 那其实大部分的Future 我们是支持的 包括CPU Manager 这个就是做CPU绑定的 包括动态迁移 Set Car Snapshot 还有VSOC等等等等 那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 我们写了一个比较完整的Document 去记录我们支持了哪一些Future 并且对于不支持的Future 我们也详细标明了 为什么我们不支持 那下面我列了主要三个原因 我们暂时没有支持这些Future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可能我们的 暂时没有这个硬件环境 去验证这个FutureGate 到底在我们ARM平台上运行 项目完整稳定 那我们暂时会写上去 ARM Verified 比如像GPUGate 那第二个呢 就是有一些FutureGate 对别的一些项目有依赖 举个例子就是这个Hotplug Network Interface Gate 那这个D-Line的这个项目 可能对于ARM的架构上面支持 还有一些欠缺 比如像有一些Mati-Arc的镜像 还没有在 就没有ARM的这种架构的Mati-Arc镜像 那其实这种大部分 就我测试下来 只要那个就是这种Dependency的 这种社区支持Mati-Arc镜像 大部分Future也是可以被使用起来的 当然我们也在一直稳步推进 让这些额外Dependency的社区 也能够去编译这种ARM的Mati-Arc镜像 就支持ARM的Mati-Arc镜像 然后最后一类呢 就是我们可能就是CPU没有这个特性 这里举个例子就是 Workload Encryption SEV 这种内存加密的这个技术呢 现在主要是AMD的CPU上面去做 那ARM暂时市面上CPU还没有这个功能 当然如果未来我们的ARM CPU 也有类似的功能 实现这种功能的话 我们也会去做一个替代方案 下面呢就是一个 Hybrid Cluster Support 那这个Hybrid的这个异构 指的是底层CPU的这种异构 那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支持X86和ARM这种混合的集群的一个管理 那比如像你的控制节点在X86上 那再添加一个ARM的这个Worker节点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只需要我们把一个FutureGate Mati-Architecture的这个FutureGate打开 然后并且选择我们想部署的这个节点 然后并且在我们的这个Virtual Machine Instance的配置文件里面 指定我们这个节点上面要部署哪种架构的虚拟机 那么正常情况下它就会针对这个我们配置 基于我们的配置去生成对应的虚拟机 那下面是一个配置文件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通过NodeSelector去选择想要部署的这个节点 然后在Architecture上面指定我们这个部署的虚拟机 是ARM64的架构的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做很多工作的 就是把ARM64的测试集成到QBVirt社区的CICD Pipeline里面去 那我们这个大概有几步 第一个我们因为这个QBVirt是和Kubernetes使用了相同的测试架构 也就是Prod这一套测试 那首先我们得验证这个在ARM64上面Prod整体的运行状况 在确定Prod这套架构在ARM上面运行没有问题之后 那我们又面临到了第二个问题 就是现在QBVirt 因为QBVirt是启动虚拟机嘛 要用到虚拟化 那在ARM他们在X86上面的测试框架是使用虚拟机 先创建一个Kubernetes Cluster 然后再在这个Kubernetes Cluster里面去把QBVirt部署好 然后再用嵌套虚拟化的方式 让E2E测试在这个创建出来的集群里面运行起来 但是现有的ARM的市面上服务器是不支持嵌套虚拟化的 那为了使得我们这种并发测试可以实现 那我们这里使用了这个container in container的这种环境 去做E2E测试 当然中间也踩了很多坑 解决了很多问题 最后让这个测试在整个平台上顺利跑起来了 那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开源社区里面 运行这个测试的情况 就是在每个pre-submit里面 我们会跑三个跟ARM相关的测试 第一个是在X86 U4的服务器上面 跑一个交叉编译的一个测试 第二个呢是在我们ARM平台上面 去跑一个单元测试 以及一个E2E的测试 这个E2E是一个核心测试机 不是它的所有的测试 然后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去通过这种嵌到容器化 去实现一个并发测试 或者是并发开发的一个这种环境 就是如果大家在ARM上面 对虚拟机做开发 或者是对QBvert这个项目做开发 可能会有一些启发 那首先第一个我们会有一个 可以看到右边这个图 我们会有个bootstrap的这个port 那这个实际是一个 启动一个docker in docker的环境 就是bootstrap本身它是一个容器 在内部我们还可以再启动新的容器 当它有这个环境之后 那我们通过Kind去在里面启动一个 Kubernetes的cluster 那Kind是使用容器来模拟 来创建一个虚拟的Kubernetes节点 那它通过多个容器 可以创建出一个多节点的 Kubernetes的集群 那在后面的我的一个demo里面 可能大家可以有更清楚的认识 那第三个我们会启动 在这个容器里面启动一个 本地的image registry 那用来去存放我编译好的 QBvert相关的镜像 以及我测试要用到的镜像 然后最后呢 我们还会启动一个Buzzle Builder 那这个Builder里面会把我们所有 编译要用到的工具 还有环境全部配置好 然后它会所有的编译工作 会在这个Buzzle Builder里面去进行 并且这个Builder 当你即便把比如像我们这个cluster 可以删除掉或者重启 它Builder也存在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 我们Buzzle Builder的一些cache 它会一直存放在这个 我们的容器里面 这样子你再次编译的时候 你的速度会非常快 那这个通过container in container的这种方式 去做测试它有哪些好处呢 那第一个就是它非常快 那首先它用的是native build 第二个它使用了本地的一个 那个registry去存储镜像 那第三个呢 因为我们没有用劝道区理化 去跑一些E2E测试 那你肯定Belmantle上面虚拟化 它创建虚拟机 虚拟机里面运行程序 速度也会快很多 那第二个它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把我的这个 实现 让我们实现这种频发测试 也就可以在一台服务器上 创建多个Kubernetes cluster 并且在 不好意思 并且在每个cluster里面 并行去跑一些虚拟化的这种E2E测试 那最后就是使得我们这种 parallel E2E testing is possible 下面呢是一个demo 去展示我们怎么在一个服务器上 创建这个 创建这个container Econtainer的这种开发环境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Arm的服务器 那这里我没有直接使用Kubernetes去做 我直接用Docker模拟了 启动了一个 我们刚刚讲的bootstrap的一个镜像 然后现在我们登入到这个bootstrap镜像里面去 好可以看到这个bootstrap镜像里面其实把这个Docker和containerD的这种进程启动起来了 所以在里面是支持在再启动我们这个容器的 然后下一步呢 我是直接拉取最新的一个QBivert的代码 然后代码拉取好之后 我们进入到这个代码库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QBivert提供了非常多的一种快速部署的方式 就在本地快速部署的方式 这个地方可能挡住了 那这个地方是输出两个环境变量 那上面这个被挡住的环境变量叫做QBivert Provider 这里我稍微暂停一下 那这个Provider的意思就是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启动这个本地的集群 那这里我指定的是Kind-1.27 你用Kind-1.27的这个方式去启动本地集群 那这样子方式启动出来的就是一个我们讲的 用Kind去创建集群 然后再把QBivert部署在Kind的这个环境上面的 那它还支持通过虚拟机 就是拉取对应的这个虚拟机 然后把虚拟机启动起来 然后在虚拟机里面去创建这种QBivert QBivert本地环境的一种方式 它提供非常丰富的Provider 那第二个呢就是环境变量 就是这个QBivertNumberNodes 是指定了我们最后这个集群里面包含的几个节点 那这里我写了3就代表我会启动 一个Controller的节点和两个Worker的节点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会把这个集群给启动起来 可以看到那在启动的时候 我们实际写了一些脚本 让它能够对Kind的集群做一些配置 让它能够比较好的去支持QBivert的启动 包括对网络呀等等的会做一些配置 那可以看到我们这时候 Kind的这个集群已经启动起来了 这里可以看到 它启动了几个容器 第一个是ControlPanel 代表Controller节点的一个容器 还有两个Worker节点容器 以及我们刚刚讲的本地的一个Image Registry 这就是镜像存储的一个库 然后并且Kubernetes对应的这些服务 也都完全启动起来了 然后可以看到它有三个Node 每个Node也是Ready的状态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QBivert 去在这个节点上面去运行起来 那这里用直接MakeClusterSync 就是把我们当前这个代码 同步到我们部署好的这个节点上面 那这里一段是它做Buzzle编译 那Buzzle会去网上 去拉去很多的一些RPM包 包括我们测试要用的虚拟机 并且对我们本地的一些 Code做一些编译 然后最后它生成镜像 然后并且把它部署到我们的 这个之前创建好的Kubernetes集群上面去 可以看到QBivert相关的这些节点 API,Controller,Handler,Operator等等 都已经被创建好了 那现在呢我们就尝试在这个节点里面去 去创建一个虚拟机 那这个地方我直接使用了它的Example 库里面的一个配置文件 它会创建一个Fedora的虚拟机 那当我们引入这个配置文件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叫做VertLauncher VMI Fedora的Pod已经在被创建了 然后并且一个VMI的Virtual Machine Instance 也是在Scheduling当中 好这个Pod已经在初始化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用它QBivert自带的VertCTL 去访问这个我们创建好的虚拟机 可以看到它现在还在启动阶段 然后这已经启动完成了 输入用户名密码之后 我们登录进去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网络是已经配置好了的 然后我们外网连接也是配置好的 这个都是Default它就已经会做好的 对这就是这个Demo 然后接下来讲一下我们下一步想做的一些事情 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想把它的CDI组件 在ARM上面给完整的部署起来 现在我们一个Cross-Compile的Patch已经被Merge了 但是呢我们还需要添加额外的CI测试 来确保这个项目在ARM上面运行稳定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希望能添加一些 Performance Monitor的这种工具比较Perf 那帮助我们去监控在容器内部运行 虚拟机的整体的状态 以及它的那个性能等等 好了这就是我今天整体的演讲内容 谢谢大家 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Coopervata 它是在Coopers里面RUN 就是在Pode里面再把VM就RUN起来 就是这种场景是什么 大家什么情况下会用这种架构去实现 好的 上午我的那个Presentation讲的 专门针对这个场景讲了一下 讲了一下它的主要的几个场景 第一个呢就是对于传统虚拟化的一种迁移 那如果我们传统虚拟化的话 一般来说我们要管理容器的WorkCloud和那个VM WorkCloud 我们需要两套平台去做这件事情 对吧 可能通过OpenStack 这边容器的通过Kubernetes 那资源管理我们也是要同时监控两个平台 那么其实这个是对我们的运维也好 还有整体成本也好 都是额外的一个开销 那如果我们通过Kubernetes这一套环境 去对我们的这个VM WorkCloud和ContainerLized WorkCloud 去进行统一管理 那么管理成本也好 还有就是我们运维成本也好 都会降低很多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把这种 这种虚拟化的这种能力 带到这种Kubernetes里面之后 那比如像有一些使用Kubernetes的CICP Pipeline 也可以有能力去创建虚拟机 那么我们这种CICP Pipeline 既可以创建容器 又可以创建虚拟机 那我们的边界持续扩大 会扩大非常多 比如像你要去构建Windows相关的一些东西 那我通过Kubernetes一套的CICP Pipeline 就会完成了 我需要在不同的内核里面 去验证我的整体的这种产品的稳定性 我也可以通过Pubivert 启动不同内核的这种虚拟机 在里面进行一些测试 对吧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这种 因为它是在完全沿用了Kubernetes的一些 包括我们的CNI和CSI 那Kubernetes这些优势 也可以附用到我们的虚拟化里面去 比如像Service Mesh 和我们是可以无缝衔接的 包括我们存储 普罗米修斯等等也可以用来监控我们虚拟机的整体状况 对 这就是我回答 谢谢 老师你好 我有个问题就是 如果是用Kubernetes的虚拟机的话 它既有虚拟机的网络 然后外面又有Docker的网络 然后不知道这方面你们有没有做过那个测试 就是性能方面有没有什么损法 是的 其实因为就是这个项目 就把虚拟化引入到容器化 包括引入到Kubernetes这个环境的时候 其实面临着很多的抉择 就是你要选择性能还是更好的兼容性 那在这一点上面呢 我们QBVERT这个项目还是选择更好的兼容性 因为它想成为一个通过Kubernetes去管理我们虚拟机的一个工具 那像刚刚您讲的是的 就是我们会先创建POD 因为这个POD的网络创建应该是通过CNI去实现的 对吧 那我们还是希望所有CNI的这些功能能在我们这个被QBVERT使用起来 那我们在内部可能通过Bridge的方式 再把POD的网络和我们的虚拟机做一些连接 现在我们现在网络解决方式是这样子 当然后面我们可能还是会提出一些 比方在POD的内部我们怎么更快的去把这个POD的网卡 和我们的这种虚拟机的网卡做一些更快的连接 或者让这些包更快的能进入到我们虚拟化层面去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引入第二张网卡 然后比方通过SRIOV的这种方式直连到我虚拟机内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和普通的那种虚拟化解决方案 我觉得这种网络的损耗估计也不会特别大 好的 还有 就是我们通过Mortions可以去为我们的虚拟机添加第二张网卡 那第二张网卡可以是通过SRIOV 就是这种方式去连接到我虚拟机内部 你好 我有过深度使用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通过Mortions来建第二个网卡 你们现在有一种新的方案叫网络直通对吗 Network Pass-through 对 这种方案你们是有什么 跟Mortions对比有什么优势 我想了解一下 这个我不是做网络这一块的 所以我也没有做性能测试 对 所以我可能没办法特别好地回答你 这个问题 但是您可以把您的信息留下 可能网络方面我可以帮您去问一下 那个CubeWrite负责这方面的这个Mantainment 好 可以 谢谢 还有问题吗 没有的话请 最后再给我们Arm打个广告 我念个台词不好意思 那借这个演讲机会在这里打个广告 Arm年度技术大会是Arm公司在亚太举办的全年最盛大的活动 中国厂为期一周 将于11月底12月初横跨深圳北京上海三个城市 到时候会有来自工厂芯片设计厂 OEM ODM 软件服务舱 初创公司等数千名硬件工程师和软件开发人员齐聚一堂 然后共同讨论Arm上面的一些技术展望和技术实现 然后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包括在楼下也有我们的展区 可以领取一些很不错的小礼品 关注公众号以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